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对这一次的教师节非常期待 因为这一次的教师节是百年尊口 走来第一次的教师节 虽然有些老师没有教导过我 但是我还是以学生的身份 向各位老师说声教师节快乐 在此我想向各位老师说声谢谢 尤其是曾经教导过的老师 他们用心教导我 使我获益良多 我会以我的学业和行动来证明 以报答你们对我的期望 那么在这次的教师节呢 就想感谢我班的帮助人 也就是陈上的嘉宾老师 就感谢他教导过很多的东西 以及我班上的一些事物和助理的文靠 那么在这之前呢 我也想感谢在我助理的时候的那两位老师 就是陈上卉老师跟陈上卉老师 如果在中一的时候呢 我就从我们身上学到很多的东西 在这里我有特别想要感谢的老师 例如总路老师 谢谢你这六年来 从未见到过的关系信任 我会继续加油的 Miss Talk Dance for all the Translisky one 还有 Treasure Eat Dearly 还有就是国华老师 虽然你没有教我 但是我很感谢你每一次 有请我吃巧克力 最重要的呢 就是感谢 金国老师 家宝老师 还有金山老师 如果没有你们生命的出现 我想 今天的高升稳定没有比现在的来的完美 我虽然是一个普通的人民 普通一个主宰吧 不过 老师们是 一个无上的将军 带领我们这样多的同学 来教育我们 来福祉我们 所以在今天的教师节 我希望可以向各位老师说声 谢谢老师 哇 遇到教师节了 心情果然是特别的兴奋 如果在这一天里头呢 我们会有学生人们呈现 我们表演 以及准备很多食物表层能享用 平时很导弹的我们 不讲话的我们 在这一天应该会显得比较可爱 那也希望老师们 在这天也不要生气 尽情地去玩 尽情地去享受 尽情地去吃 尽情地去打喝 打吃 这样子 今年是我最后一年 不如中学生涯的 才子想要看哪一点呢 想给老师多说一些话 尤其是三位老师 三位致命在我生命中 占得很重要的地位老师 第一位是李伟心老师 虽然伟心老师 已经不在本校指教了 但是他只是我初三一的班主人 第二位就是李伟心老师 我们现在的班主人 叫我老师 嗯 整天也笑嘻嘻 我最后一整天说话 叫你尝到 但是其实他也很好一点 你是最棒的 你是最棒的班主人 加油 第三位 只可惜他没有办法做我们的班主人 那就是我们的求罪品老师 老师 我最想感谢的是 你是付出最多的精神和时间 来安慰我的 你这样无奉猎的付出 我知道的 只是 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 所以在一起这样时间 我想给你一个敬请 嗯 我想说其实你很高 比自己全都知道 真心的对我好 如不一种回报 爱一个人希望他放得好 当初心里能看到 比你自己更重要 我希望变得很好 你如果能耐的爱 我们是声音 再次祝各位老师 教师节快乐 老师们 教师节快乐 有一句话 想对最敬爱的班主人说 虽然我们还没有成为冠军班主 但是在我们的心目中 你已经是冠军班主 亲爱的 请记得 KEEP YOR MANDONAL SMELL 他是帅气的李静悠 他是幽默的林泰逸 下一次我们希望能祝全校老师们 教师节快乐 KEEP YOR MANDONAL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他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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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转发 打赏